兄弟们啊,今天收了一点鱼,然后昨天也补了一点鱼,大家看一下,一共有20多斤啊,都是野生的鱼啊,来,给大家瞄一下,其中有一条鲜鱼啊,这个鲜鱼收的啊,不是我补的,然后我搞了个四五斤吧,十来斤都是收的啊,摆摊,赚一点零花钱啊,以后就没事就摆摊他,收他们的鱼去卖,换一点叉价啊,全是土地鱼啊, 咱们拿到街上去啊,摆摊摆摊,大家看看,这个土地鱼多漂亮,是不是,一共20多斤,咱们趁热一下,爸爸,让我老爸帮我抬一下,咱们去街上卖啊,走走走,要这样去啊, 爸爸去卖鱼啊,爸爸去卖鱼啊,爸爸,我集市上面去卖哈,今天有一点晚,而且今天不感激,不知道好不好卖啊,我也要去,那你不就要去卖啊, 赶紧拿,拿吃,带着呢,有带着吗,你看你儿子,一直想去哦,你想去啊,下去,你看,看这鱼就螺不,螺不动脚,是吧,看到鱼,啊,还点头啊, 出发,快点,带人家都走了,感激的人都走了,晚了啊,今天就都晚了, 开始摆摊了,现在已经到集市上面了啊,今天不感激,人比较少啊,不知道好不好卖, 下次调个好位置啊,OK,干嘛老板, 咱们就蹲那个啊,看看有没有人来啊,要感激的时候, 今天不感激,然后再加上来的比较晚啊,可能要六点半,采了就不, 你下次叫他收他的鱼也叫他早一点,坐在那边啊,看一下, 第一笔声音,来自于我们羊毛吧, 没戴眼睛的眼睛,真的是,这么近都看不清,鱼都找不到, 这个人没戴眼睛,挑鱼对挑半天, 40块钱啊,你同学造就了你的第一笔声音啊,很高兴为同学服务, 第一笔打了,第一笔打了, 开启卖鱼模式,这个人在直播, 全要啊,来晚了, 我现在大多已经定好了, 差不多就把它捣干了, 然后发不出, 你们20多斤已经已经接着预定了, 差不多就把它塞干,然后发不出, 这个可以啊,这个可以,可以, 现在我在这边买了, 现在再看鱼, 这个密码下播吧, 坐一会啊, 就坐一会啊, 这些阿姨们觉得太晚了啊, 准备收摊回家了, 拍什么啊, 兄弟们啊, 刚刚直播间有一位大哥, 上了好多票, 他说要我把这些鱼放了, 本来是这些鱼, 被一位直播间里面的大哥鱼定了, 然后我今天下播了之后, 然后再去收一些鱼啊, 给那位敬了的大哥, 然后这些鱼, 咱们拿到小溪里面去放生啊, 好,放生放生, 现在排到小溪这边来啊, 放生啊, 大哥说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, 好, 好, OK, 好, 好, 现在鱼已经放了 现在鱼已经放好了 回家了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